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向好发展 这一次日本和美国只能干着急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设想之中 菲律宾与越南都是其突破点 但是现在外界看到的主要矛盾点 只剩下中非关系 越南共产党似乎正在走上 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那就是与中国保持更加紧密的关系 进而保护自己的安全利益 为了离间中越关系的改善 美国将美越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 追踪制造业向越南转移 日本则负责承担越南国内的高铁等项目 试图将越南变成牵制中国崛起的力量 在这一大笔下 越南最近公开了几项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等于是在宣布中越关系的又一次变化 这次不是变得更差 而是在更长远的未来深度捆绑在一起 据报道 越南计划在今年修建两条以中国连接的铁路 他们分别通往云南和广西 越南国会主席在访华期间 会建了中国铁路总工资的高层 并且计划将其铁轨过渡到中国的标准 越南的铁路一旦以中国的标准铁路接轨之后 就意识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会进一步偏向于中国 越南在历史上一直在铁路建设标准选择问题上举棋不定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想通了呢 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是他们交给日本建造高铁的项目一直无法推进 面临着成本过高 效率低下等问题 二是越南眼看着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融入了中国的铁路网 如果越南再不行动可就晚了 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的示范效应可以说正在显现 近年来越南经济发展快速 这与中国的部分企业转移到越南有关 当然这里面也有增加中国转口贸易的因素 通过铁路与中国经济进一步联系起来 有利于推动越南经济的发展 另外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不断扩大 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且各国都是RCEP成员 东盟国家还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参议国 越南当然不会放过以中国经济联动的红利 更何况中国在高铁项目的建设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 这些都是日本比不了的 最终让日本在越南高铁项目上被淘汰 能够证明越南与中国关系愈发紧密的事件 还可以从该国如何处理对台关系看出来 近日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在越南举行会议 结果印有青天白日旗的桌牌全部被收走 江济臣也未能拿到签证 民进党籍立委职员部会表示 江浇于去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活动 今年他们明显感受到越方的态度差异 越南与中国关系的改变 将在更为长远的未来影响中国周边的环境 一是南海争端不需要同时面对越南和菲律宾 这让非方感到非常难受 也让美国感到失望 二是越南与中国产业链深度融合的趋势已经确定 三是越南几乎不大可能成为美国 遏制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代理人 四是证明越南与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更深层次的战略互信 这种互信要远远超过美业关系 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 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就是塑造对自己更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让越南融入中国经济圈 并且成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助力 证明中国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一次美国和日本只能干着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